自动润滑汁宽温度低点的使用 咱们看一下仪器带的配件 这四只玻璃的是实验用的温度传染器 这是PT100的三线纸的精度特别高 这个传染器是炉温传染器 这个是湿管 这个是最底下的湿管制作 这是不锈钢丝 这个像铜杯一样的 它是一个模具 就定位用的 它不是纸杯 纸杯是这四个 比它薄 这四个是纸杯 然后这个有价值器 用它添加样品的 这是一个温度机的固定器 这个带锅也是个固定器 还有这个 要看一下怎么放 带锅口的是放到最上面 用之前把它夹紧 它是固定温度机的 所以说把它捏紧 让它夹住温度机 不能上下走 这固定器 这个固定器插在它下面 然后再把这个固定器 插在这 再放在这个地方 这里还有四个小铁环 小铁环也是套进来 卡住 卡住这个 这个环的 安装好是这样程序 这个枪子 再加上它 再加上这个丢尾环 再加上这个缩紧环 然后把它放到室管里 放室管里就这样 最下面是这个玻璃桃 再加上纸杯 再加上我们刚才这一套 脚完配件 我们认识一下仪器 这个是仪器的 金属浴部分 然后啊 这前面这个是 人机界面 这旁边有两个室管架 放室管的 那么 看一下啊 这个 这有个孔 这个孔可以插这个传染器的 这后面 后面这几个插头啊 是 传染器的航空插头 这一一对应的 像一二三四 对应的前面的孔 实验孔 一二三四 那这两个孔是干嘛的 这个是插我们这个 配偶的 就预温传染器 这个特别重要 这必须得插上 这个插上 这前面可以插个 胶准的温度计 预温胶准的温度计 然后这插 插好之后 把它插到侧面 然后把这个航空插头 这个补充说明一下哈 插传染器的话 这个传染器的插到底部 那我们再看一下 左侧这块有个散热风机 下面是个打印机 电源开关在这里 我们仪器用的是220V 50赫兹电源 通电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 首先进入主界面 主界面 这个 这个是一个 通道1 通道1就是刚才对应的孔1这个地方 这就是通道1 通道2 通道3 通道4 你看这1,2,3,4 就对应我们现在四支传染器 这每个传染器上面 都有这个编号的 它就是测这个 每口预温的 看一下 这就每口不同的预温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温度 温度这项是温度的曲线 这边还有数据 这个是实验结果查询的 上查询下查询打印 这有个设置 设置这里啊 它是标定我们这个四路传染器的 就这四路 我们现在已经标定完了 客户 如果没有偏差的话 就不要标定这里 这里是做这个线性教准的 这里是厂家标定的 有个Other Other 这里有软件的版本信息 和这个 点标定 这个怎么标定啊 这点一下 点一下 你比如说 我要加一的话 就是要零 因为说 它把小数点省了 这就是数个要零 其实就是加了一度 加一度 我们这刚才修正颅温 可以跟前面比一下 这个颅温在这里 它就是修正完了 然后 这个就是原始 第一行 就是原始数据 如果 加上偏差的话 得上 手页面去看去 这个平时也不要去动 那么我们 这把再返回手页面 再看一下 还有 再认识一下 详细认识一下 手页面 手页面 我们刚才介绍了 有四路通道的温度 这边 这边还有个颅温 颅温在这里 颅温 它现在 颅温是16.9度 颅温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K型热电柔 它测的温度 就是这个 铝合计域的温度 那我们 现在 颅温加热是关的 现在点这个的话是开 点ON的话 它就显示上ON 就开始加热了 那么加热到多少度 可以点这个 点这个预期的低点 预期低点 它就会自动 自动对应 这个相应的预温了 再看一下 这四路里面 还显示了什么 这个是样品编号 每路都一样 咱们可以输入 样品编号 它这个是当前温度 这个 这个 照谱是 就是实验结果 地点温度 就开始停止 这四路都一样的 现在来做一个 地点的实验 这个 润滑值地点 大概是 320多度 那么的话 我们得选它上面的 得选个 比320高 选330度的 预期地点 然后把预 把预加热打开 等这个预温 到达343度之后 我们再做实验 实验哈 做实验 先讲一下 这个添加实验 用这个 实验添加器啊 把这个润滑值 添到这个 纸杯里边 给它 塞满 先暂停一下 看一下 这个润滑值啊 从这个头 出来之后啊 就行了 暂停 然后啊 我们把这个 不锈钢丝 插进 插进来 以 下面这个小孔 为中心 然后 绕着转圈 把里面 多余的润滑值 切出来 一边转一边 让它往上走 这样把那个润滑值 带出来 就是让这个 纸杯里 形成薄薄的 一层润滑值 就可以了 就是 这里面形成 很薄的一层 然后啊 我们 把湿管 湿管清洗干净 把这个 玻璃支撑桌 放到最下面 然后啊 看一下 有个 梁硅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跟这个 室杯比较像的东西 把它放到最下面 暂停 那么我们这个 准备用第二个孔 做实验 用这个孔 做实验 所以说 我们找到这个 二号传染器 就这个传染器 写的二个传染器 然后用它做 用它做的话 首先先放这个夹子 把夹子 插进去 然后 再放这个夹 这个定位块 放上去 再放这个小的 小的就到这块 再把这个 这卡环 把它卡上 暂停 这卡环的作用 就是防止我们这个 最小的定位块 往下掉的 这卡住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 安装好之后啊 把这个 如果有润滑值 擦干净 试管 把它插进来 插进来 然后调整 最上面 这个 抢子的高度 就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下边 量规 它是找高度用的 用完之后 这量好 这个整个高度 这么样 就是OK的 可以了 调整好 可以哦 然后我们等会儿 把那个 刚才装完 润滑芝 那个纸杯 把它放进去 先把这个 这个定位的纸杯 拿走 再把我们刚才 加样的纸杯 放进去 放之前 这上面 外面的表面的 润滑芝 都要擦干净 它要有油的话 我们这光电的嘛 别影响实验坚 然后 修处把它放下 再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 就可以了 可以之后 把尸管 表面 擦干净 擦干净 别有油 有油的话 影响我们光电 擦干净之后 我们过来看一下 预温 现在 目标预温 343 实际预温 是345 也可以等一会儿 再做实验 要是说 看 政府两度 要是 300 正负两度 做也可以 就是 或者等它稳定一会儿 暂停一下 我们看 预温如果稳定在 343度 就可以做实验了 然后 虽然有四个孔 不过我们建议啊 还是一个孔 一个孔去做 要不 放的比较多的话 容易形成干扰 那我们做二号的话 就这样 把它放到孔里面 然后 把传染器插上 插上 然后 再我们去点屏幕 点屏幕 二号就点开始 这现在二号就开始做实验了 哦 这个 这个温度啊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玻璃传染器的温度 这样品温度 那么将来这红色 它就是实验结果 这个结果 它会自动得出的 这个其实 我们设计的话 可以同时做思路 不过 嗯 最多我们 建议做两路 实际当中 做两路比较方便 要不这个传染器线 它容易互相碰 这个实验 时间也很快 所以说 可以稍等一会 就是每次做两路也可以 这很快就会出实验结果了 不要去晃动这个机器 这油温上升得很快的 那结果就是319 做完实验 要迅速的 用镊子把这个样品拿出来 拔掉传染器先 用镊子 迅速的给它取出来 然后啊 就放到旁边凉着 这个如果取得慢的话 这个将来 这个润滑汁 形成胶状物 它就不好清洗了 那么我们这个路就做完实验了 做完的话 我们可以 如果要做四路 就等四路全做完点打印也行 保存 那我们做一路的话也可以点保存 点保存可以看一下数据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实验结果 319 那点一下打印的话 它会把我们这个实验结果打印出来的 319 那我们这个就学习完毕了 咱们再讲一下这个浴啊 里面那个检测孔啊 这四个孔里面是光电的 平时啊 一定不要弄进去润滑汁啊 保持这个孔的清洁 有润滑汁的话 它会燃烧冒烟 会把我们那个光电污染的 这个所以说 放放进室管的时候啊 室管外壁一定不要沾上润滑汁 干净的室管放进去